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朕即下旨 望我三军官兵人人奋勇 各个争先攻下寿州 朕重赏而等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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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杀 来 爱卿 怎么回事 这剑怎么还没拔出来 起诉官家 这剑矢正射在鼓缝 刚才一动 赵将军就腾晕过去了 快想办法 是 卫德 周叔 抓紧我 三弟 把这 拦住 快 快吗 四弟抓紧了 二哥 把 二弟 你忍着点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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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郎中 你快点 是是是 爱卿 真乃英雄啊 来人 在 送将赵狂印 送回汴境医治 是 大地为民 国家为恩 国家为恩 广义 不会离开 爱卿 二弟 怎么了 兽州的手弟如此残酷 我实在是难以安证 可是你的伤势太严重 刚才郎中临走时交代了 无论如何不能妄动 否则伤口就难以愈合了 启禀先锋将军 有人前来献药 来人自称赵普 请进来吧 是 草民赵普拜见将军 赵先生可有什么良方吗 不 将军所患腿伤乃小样 将军可否一不含舍 于兄自有良方 赵将军 请 就问八道沟的赵先生 自幼喜欢读书 对兵书战策 天文地理 兴趣甚浓 颇有桃略 阻止多谋 所有平定天下 救国救民之志 将军过狱了 于兄乃幽州寄人 少使天下大乱 家父便带着一众老小 牵制常山 后又辗转多出 等我成人之后呢 我就在永兴节度时 流失弥下当过幕僚 也就是个刀笔小吏而已 周围皆平庸之辈 唯有根除招服的关系尚好 可正是因为如此 却遭到群起而共之 丽云也并非英雄之事 经常对我侧目 于兄在乡 天有我才 必有大用 我便拂袖而去 周围天下寻访同道众人 半年前一日 我在山中游走 触景生情 偶发狂言 枉有孔明 耳无玄德啊 驾桥 被云游四海的臣团老祖听到 便有了华山之乐 期间臣团老祖对我讲 之后 必有风云际会 当时啊 我还想就是一句戏言 今日你我果然相聚 赵将军 这可是旷世奇缘哪 我也听二世 臣团老祖曾经提到过赵仆兄年 赵将军 自唐国暗始之乱以来 天下大乱 群雄并起 朝已更替 至今已有二百年了 唐灭了之后 五代十国 但天下大事就是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乱世 处英雄啊 只有英雄才可以用他的 巨大智慧 文武裁略 一平天下 兄台周游了列国 那依你看来 谁能一统山河呢 我大洲的周边 蜀国的版图最大 但蜀国的皇帝梦场 是一个匈无大志 贪酒好色之徒 不久将会灭国 其次便是唐国 唐国虽然版图小于蜀国 可皇帝李景 有屠霸天下之志 善于驾驭群臣 爱民如此 且国力富强 已经吞并了楚 民两国 可惜啊 李景年事已高 不可能长寿 李景身下有六子 现存只有六子李玉 李玉一城有才华 可仅限于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他对治国李政 没有丝毫的兴趣 他又要接李景之皇位 赵将军 你说他能一同天下吗 如此看来 能定江山者 只有我大周皇帝了 我看未必 先帝啊 今日你我相见 于兄眼前一亮 一颗悬着的爱民之心 有了归属啊 原来陈团老族 早就揣摩透了将军的心思 将军 便是爱民如此 能够一旷天下的明军啊 不瞒兄台 匡义 确实有天下一统之热望 但 绝无非分之下 贤弟啊 万民 盼英明救世之主 你既然爱民 就绝不是非分之下 就万民于水火之中 一旷天下者 乃 旷印贤弟也 年下 寿州的强敌未平 唐国也往除州派了七万大军 合起来有十万人 不知兄台可有什么计策吗 欲去寿州 先出除州 背水一战 死而复生 愿闻其详 大周官兵 听着 唐国军臣 不守友好盟室 清兵犯境 参杀我百姓 今楚州敌兵 多达七万 我先锋人马 不足三万 前有强敌 后无退路 上前者 上有一线圣机 退后者 即刻丧命 而等 任魏国死难 还是苟活人世 谁也死难 谁也死 军阴死难 军阴死难 好 不会是我大周血腥豪杰 大令虾 攻打出州 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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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builder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瓜州 北汉 辽国建州军势如破竹 赵方印等兄弟能争善战 纷纷下令退兵 只剩下唐国军队苦苦之臣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禁国主 紧急军情 走之 北汉 辽国胆小如蜀 已纷纷撤军 赵匡应大破我瓜州 东沛州水军 郑氏帅部驾船过江 直冲南岸我军兵营 焚毁了营帐 然后北撤 国主啊 保住江南要紧哪 是啊 国主 保住江南要紧哪 事到如今 朕 你只好认着败局了 为了 为了我们大唐不灭 朕 你只能 朕也只能忍痛 可弃那江北一十四个州 以及族族辈辈 在能生活的 二十二万六千余 我大唐子民 下诏 命 临人诏 待罪固守长江 是 绪玄 绪玄 臣在 令你 带上朕的签笔书信 加上靠军之物 去见那周国的国主 臣 临致 本人 拜见陛下 众卿平身 谢陛下 赵狂爷 你在阳山又立大功啊 巧妙设负于山林之中 生擒敌军守将陈成昭 既有齐谋又见大勇 朕高兴啊 这都是托陛下的红服 之前在楚州六合 这次在阳山 臣能够杀敌立功 多亏了陛下所赐的火龙鞠 神速如飞 阳山之战也多亏了李重进 和各位将领勇猛冲伤 才由此大劫 陛下 敌帅陈成昭已经押到 在外听候圣参 宣陈成昭进来 大昼皇帝在此 敢不跪拜 我陈成昭今生除了跪拜父母 便是跪拜我 大唐皇帝 你 你是不想活了 败军之将 只求宿死 朕要是不让你死呢 那我便 咬舌自尽 臣世相 在下 很佩服你的气节 在你决意为唐国尽忠之前 我想问你 就没有什么话 留给你的家人吗 敢问 你还有什么家人吗 妻儿 可以不提 只是 年迈多病的 老母亲的 敢请陛下 亲笔书信给唐国的皇帝 让他把陈成昭的家人送过来 你要干什么 等您要舍自尽了 让你的老母亲和你的家人为你收尸 不可 万万不可呀 我家年迈多病的老母亲 他承受不了如此的疮痛啊 我们皇帝 旨在一统天下 造福黎民百姓 唐国 无日将纳入我大洲的版图 陈成昭 如果你能看清天下大事 你应该弃暗头美 早日归顺 我朝皇帝 也好早日 与你的老母亲和家人团聚 陈成昭 只要你肯归顺 朕便写书信 让李简 把你的母亲 妻子儿女都送来 启 陛下 这就对了吧 送吧 启奏陛下 唐国使臣前来寇军 说唐国公主有书信一方 让他进来 是 外臣南唐国汉林学士长旨徐炫 拜见大洲国皇帝陛下 转成我国国主书信 一并进行靠军 带来靠施银十万辆 仅捐十万匹钱十万罐 茶五十万斤 还有米 麦 共二十万弹 李景终于明白事理了 他承认江北所有州县归我大洲 而且包括尚在他们手里的 卢 州 齐皇四州 允诺化江而至 并自愿取帝号 支撑江南国主 改用大洲年号 永远向我大洲遂共称臣 我家国主身毁昔日之国 一片之城 请陛下明察 还望周唐两国 拥守长江边界 世代向安 好 朕便答应你主之意 庆功三日 然后马上回郡 但是朕让你把本渡所限财物 尽数运回江南 陛下 这是何意啊 叙学师啊 既然你主 已经对朕俯首称臣 那么江南就和大洲是一家了 当今天下 外寇时时窥视我中原 是万民不安于事 朕让你给江南国主传旨 用朕返回的财物 加强江南的城防 以防外寇骚扰害民 大洲皇帝陛下英明 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 那陈成昭的家人 好 你回去以后 马上把陈成昭的母亲 妻子儿女 即刻送到扬州 外臣 遵命 谢陛下 樊老先生家就在这儿 多谢施主 施主 您是 我是来请樊老先生的 很抱歉 家父他出诊了 没在家 淑雅 刚才皇帝来下诏书了 说匡印立了大功 皇帝呢 家封我为南阳郡夫人 家封你为贵姬郡夫人 这可是大喜事啊 你高兴吗 娘 你认出我了 我当然认识你了 娘 我是你的女儿 莺莺啊 还是糊涂的呀 娘 娘 月红姐回来了 娘 月红 淑雅 娘 这是有名的郎中 樊老先生 老先生 快给我儿媳妇看看 好 抑郁狂躁 这是长期不能睡眠所致啊 我看还能治愈 那可太好了 多谢老神医了 但要慢慢来 不能让他受刺激啊 要长时间的调理 他已怀有三个多月的身孕 可要多加保护啊 是吗 我开个方子 月红 你是怎么找到樊老先生的 夫人 为了找我 这位女道长 可是吃尽了辛苦啊 这位女道长 多亏了你了 我没关系娘 只要能治好舒雅的病 我也就安心了 娘 我去抓药 快去吧 这药匙 我这儿 康印和他爹爹知道了 舒雅有救了 该有多高兴 啊 好 好 行 咱们 出去 里面 快去 赵将军 您请喝药吧 来 快到出咒了吧 快到了 您说您为何 一定有现在奉旨去寿州老君呢 害得您生这场大病 不就是一位双搞命夫人吗 我怎么能够 我尽力效忠关键呢 行了 您还是别说话了 咱再往前走啊 不 就到出咒了 那是少将军管辖之地 咱们进城休息几天再说 赶快出发吧 城上的人听着 快请赵匡印将军出城 是位 老将军 天已经黑了 各城已遵召官家之仪 实行萧尽 不再开城门了 我们还是先在城外 赵家客栈 暂且安顿吧 老将军 你都病成这样了 如果再不进城医治的话 恐怕后果十分危险呢 还怪什么消禁不消禁的 这是我出周城的 可是你亲儿子 他能借死不救吗 我不能给他 挺 挺麻烦 二弟 城外来了一哨人马 说是义父大人到了 赵匡印将军来了吗 我就是赵匡印 你是何人 拜见少将军 小人是老将军身边侍卫 跟随老将军前往瘦州老军 此致感冒风寒 病情很重 请少将军快快打开城门 将老将军接入城中 请医救治 少将军还迟疑什么 皇帝有旨意 各城都要实行萧尽 你父亲病得很重 已经约倒了 二弟 二弟 眼下这天寒地冻哪 义父大人他又身染重病 这万万不能在外边待着呀 还是打开城门吧 赵将军 要么 打开城门 二哥 你 你怎么还不打单啊 开城门啊 这 这 天寒地冻哪 我 我听说 义父是身染重病 你 已经奄奄一息 你 你 你还不做个什么呀 官家下了宵禁令 挂他什么宵禁令啊 义父 已经快都没命了 皇帝三天前下的旨意 说得明明白白 一旦为旨开箭 不但要只守将尊 就连其下属将官 都罪集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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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就 就算罪集九族 我 我也要开城 抢救义父 所有罪责 就 就教我当成成的吧 来人啊 在 把张穹拿下 是 好 这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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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 赵皇爷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呀 你为了仇 仇上的孤明 你你 你居然不顾义父的死活 咱你 那是一群的呀 你还不下去 来人 把他给我推 赵皇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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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将军 老将军 龙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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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你听城外人哭声大作 依附他现在 一定是病情相当严重了 再拖下去 我 要不然让我先出城 找个医生 先给他治治 是 这样 只有借禁 才能开城门哪 赵将军 纸乱石用重点 执法 剑中针 如果你把城门打开了 你就是 不忠之臣哪 纸乱石用重点 执法剑中针 唐国的将军 就是因为治军不严 执法不重 才让我们一三万人马 打败他们的十万大军 拿下了楚州 赵匡英 绝不能为了 尽一级之效 让我大洲的百姓 重现战乱 那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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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禀少将军 你爹爹他已经走了 二弟 二弟 少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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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少将军 昨夜 我一直劝你 遵旨敬重 想不到 不必说了 这都是天意 老人家 一定特别想见你最后一命 可 最终没能见上 我要上表 暗制守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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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尽快地 你奏上城吧 启奏陛下 赵匡印有紧要奏折承上 承上来 啊 竟会有这种事 赵匡印得知自己父亲病重到了城外 但是他谨遵陛下您的吩咐 没有打开城门 到了第二天一早 才出了城 可看到的是 父亲已经僵硬地身躯 赵匡印 真乃大忠之人哪 为了尽忠 而未能尽孝 让父亲 惨死在城外冰天雪地之中 如今 又上奏折 请求 暗制守丧 陛下 赵匡印明知道战事紧迫 却请求暗制守丧 很有可能另有意图吧 赵匡印按朕的旨意行事 夜里不让父亲进城 是为了尽忠 如今 请求守丧 乃是为了尽孝 他不让父亲进城 有可能是想让外人和陛下 认为他是大忠 其实掩盖自己的大坚哪 一个对父亲如此狠心的人 何况是外人哪 赵匡印打败唐国军队以后 在军中的威望 人气大升啊 务必严防他蒙生篡位之心 就算是以防万一 也不得不防哪 盘同 臣在 备效执法 忍常人之不能忍 可见赵匡印以中军护国为上 你不要再说了 是 陛下 赵匡印以上表一致守孝 臣请戴军去往楚州监军 以速军计 准奏 好 臣领旨 韩通 将军 韩通这个人心胸狭隘 刚愎自用 关家 把他派到将军身边 恐怕另有深意啊 记住我一致守孝 当然要派人来见军 不必多想 将军 半军如半虎啊 自古以来 历朝里带由作为的帝王 在江山初创之时 都愿意使用文武全才的臣子 但在重用同时 又要小心地方 可一旦 功成名就大权在握就会大开杀戒 将军 不得不防 这么说 你得离开我身边一段时间 免得被韩通注意到 以防不测 明日我父亲灵鹫就要启程 麻烦赵仆兄 代我把灵鹫送到汴京 路上千万小心 没想到 赵将军对于兄如此信任 赵仆定当尽心竭力 放心吧 你这一走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将军 我不在的时候 您不是也一样吗 你来与不来 感觉真的不一样 那是沈亿伦能来就好了 沈亿伦是谁呀 前些年我在外头闯荡的时候遇到的 有志向 有才能 各个方面都不在你我之下 我碰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复仇防御时的手下做事 是因为我离开了那里 以后或是有功夫的时候 要赶紧派人把他找来 好 太好了 将军身边是应该多聚一些有才能的人 二哥 门外有个姓沈的仙人前来求见 姓沈的 是沈亿伦吗 好像是 开门 黄毅兄弟 隐伦兄 可知我一直在后悔吗 为什么 后悔当初没留下你的地址 要不然我早就找你去了 来 我给你引荐 这是我的长书记 赵普 赵普兄 久仰久仰 先兄 久仰久仰 走 沈先生 喝茶 快说说 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福州一别 我便回了老家太康 重开血管 大发时光 这么多年 我心中一直想念着你 我相信你 已经有了一些作为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在短短数年之间 你已经关居殿前都指挥使了 将军终于碎了救国救媒的心愿哪 赵普兄之名 在下仰慕已久 不改 世人都说 赵普兄 犹如三国式的诸葛亮 过家 过家 孙兄过家 由普兄辅佐赵将军 将军大业必成啊 他是诸葛亮 那你呢 我 这多不过孙前简庸罢了 一伦兄何必过于自前 一伦兄方才说你是诸葛亮 依我看 一伦兄也是诸葛亮 先王二位 能够齐心协力地协助匡义 为皇帝 为天下的百姓多出一份令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